習近平歷途二十大連任 然而支撐共產黨政權四大肝子中的錢袋出現危機 即使當局不斷擱韭菜 錢袋都沒有顧起例 另外房地產危機、疫情、黨內鬥爭和出生女下降等都對襲不利 由專家分析 錢袋出問題恐成為中共政權以及習連任的殺手 時平原始板明夫近日分析指出 支撐共產黨政權有四肝子 槍肝子、筆肝子、刀靶子和錢袋子 過去是黨指揮槍 現在已經是錢指揮槍了 如果沒有錢就都圓彈 而當前中國經濟捉襟見爪 他認為習近平賺錢的方法是殺雞取倫 這個還能持續多久很難說 另外約曼富翁喬治·索羅斯近日分析指出 他認為習可能無法連任 因為房地產危機、疫情、黨內敵人和出生率下降等 都是對襲不利的因素 索羅斯表示 針對習近平對經濟的管理和控制疫情的鬥爭正在醞釀 恐導致他下台 而且被視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引擎的房地產市場陷入困境 也對習尋求連任不利 現在中國很多地產商都在掙扎 而中共官員卻淡化房地產市場問題的潛在影響 央行行長易剛一再表示 政府將控制恒大等開發商的流動性危機對經濟構成的風險 索羅斯說現在的問題是習近平是否找到方法重新建立信心? 2022年第二季度可以提出他是否成功 目前的情況對習近平來說並不樂觀 索羅斯還預測將大部分積蓄投資於房地產的公民 很可能會反對習近平 據悉 舉辦奧運的過程也令中共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 英媒《金融時報》報導 張家口崇禮縣為東澳場館增加兩倍的財政支出 達到36億人民幣新高 卻逢三條紅線房地產限令 當地房產崩跌於三成 重創土地銷售收入 重創土地銷售收入 崇禮縣財政官員坦言 二價正面臨巨額資金短缺 生計受到慘重打擊的當地民眾更是深感遭到割韭菜 還有民眾表示 我們的犧牲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另外多方消息指出 大陸多地公務員工資已明顯下降 近日有深圳公務員表示 當局已扣稅名以減薪 財經評論員唐澳表示 這個表明中共真是沒錢了 連中國最富裕地方政府之一的深圳市 都不得不將徵稅的廉刀 揮向公務員等自己人那時 說明中共真是拆不下去 與此同時 中國人民銀行 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三部門 聯合法部通知 3月1日起 個人傳取人民幣5萬元以上 需要登記資金來源 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中共2020年6月才開始登記拿10萬元的人 現在一下降到5萬 還未試點一步到位 那麼短的時間 這個說明中共財政危機 外匯危機 金融危機 已經急逼到何等地步 今年是1926年 虎年出生的江澤民的本命年 不過江澤民似乎本命年流年不利 2022年1月31日 多維網發文重提江澤民救市 本想借文章吹捧一下江澤民 估不到一不小心變了高級黑 1月31日 江澤民曾慶紅派系背景的多維網發文 標題是 《春秋筆!中共領導人的春晚故事揭秘》 其中說到江澤民在1990年 親臨春晚現場 稱這是中共領導人唯一一次到央視春晚現場 更強調是宋祖英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演唱小貝樓 這篇文章本想吹捧一下江澤民 但是卻令人想起那個江澤民 拉著宋祖英的手死死不放的照片 宋祖英當晚演唱的小貝樓 沒有被人留下什麼印象 但化妝後的宋祖英特別搶眼 竟然被爺爺背的江澤民傷中 照片裡一名老年男子昔迷迷地看著一個年輕的女演員 緊緊地握著她的手挪不開腳步 這名男子頗具大媽氣質 而她就是當時的中共總書記64歲的江澤民 而那位被她小了整整40歲的女演員名叫宋祖英 自1991年開始 有關江澤民、宋祖英的緋聞就在民間和高層中廣傳 媒體報導 有一次演出完 江澤民在與宋祖英握手的時候 偷偷給了宋祖英一張紙 上面寫著以後有事找大哥 大哥就是指江澤民自己 從那次之後 宋祖英紅到法子 地位直線上升 每年必上春晚 隨後宋祖英被軍委主席江澤民 調到解放軍海政歌舞團 江澤民令宋祖英和丈夫羅浩離婚後 宋祖英住在海政招待處 江澤民經常夜晚到海政招待所 和宋祖英休會 江澤民來那時相當保密 隨從警衛防備好嚴 不讓外人接近 而且每次來的車都換新的牌照 令人認不到是江澤民的專車 2002年夏天 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舉辦專場演出 這次演唱會 四五萬名觀眾的體育館 座無虛席 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 有一首湖北文歌《龍船吊》 歌詞中夾有對白 小妹子要過河 那個來背我若 結果他演唱到這句那時 台下幾萬名觀眾竟然齊聲應樂 江爺爺來背你若 激到他當晚回賓館 眶紅了眼 第二天 宋祖英就飛回北京和江澤民告狀 江澤民很生氣 下令四川該市的市委書記撤查此事 因為無法從幾萬名觀眾中找出知識份子 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北京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所31日發布了一份報告 比較中美科技團勾後 兩個在信息技術 人工智能和航天航空技術等競爭領域的前景 報告稱 中國雖然是一些小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但在其他領域明顯落後 甚至陷入真空狀態 該報告似乎在打念中南海 脫鉤後 中國晶圓產業 只剩下技術含量低 而且附加價值低的企業 與美國企業有聯繫 相比之下脫鉤對美國信息技術產業沒有明顯影響 據半導體行業協會統計 製造晶圓需要多達300種不同的技術 而這些技術又需要50多種專用設備 即使是美國 也無法建立完全本土化的半導體供應鏈 美國克雷蒙特麥肯立學院教授裴敏恩表示 每一個國家或公司 可以主導或壟斷整個半導體供應鏈 中國計劃在未來5年內花費1.4萬億美元 來實現這個目標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報告還提及 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 遠遠落後於美國 中國3年前才開始培養人工智能領域的人才 而美國大學早就培養了這樣的學生 中國只有34%的頂級人工智能人才留在國內工作 56%的人已經移居美國 至於中國引以為傲的航天科技 報告指出 航天航空技術是兩國合作和依賴最少的領域 但在高度依賴商業市場的民航領域 中國處於劣勢 中國在購買飛機或核心零件方面 嚴重依賴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美聯社報導 就在北京舉辦冬奧會的前幾天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赫利斯托弗雷 指責中共 盜取美國技術和創新 並對美國發起大規模黑客行動 突顯目前美國外交政策 雖部分聚焦烏烏局勢 但仍將中共視為長期國家安全 和經濟安全的最大威脅 1月31日 雷在里根總統圖書館的演講中指出 FBI有超過2,000項調查的重點 都是中國 試圖竊取美國的信息或技術 中共對西方的威脅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破壞性 雷還表示 中共政府黑客盜取的美國個人及公司數據 超過所有國家的總和 FBI大約每12小時 就會啟動一個反中共間諜的調查 他說 中國政府的經濟間諜活動所帶來的危害 不只是其公司依靠非法獲得的技術領先一步 10年來 他們的領先造成了美國公司倒閉、工人失業 他以中國製造2025計劃為例 列出了中共在機械人 綠色能源生產和車輛 航空航天和生物製藥等關鍵領域 勢出運新解數、盜取技術 中共在最近的微軟交換黑客行動中 近一次行動就令1萬多美國公司的系統受到損害 中共還使用情報官員謀取科技訊息 並通過投資和建立合作關係 安插代理人獲取有價值的技術 雷特別提到中共國安間諜 江蘇省國安廳副署長徐賢軍的案例 2021年11月5日 從歐洲被引導致美國受審的徐賢軍 被判決盜竊 接美國多間航空航天公司商業秘密的罪名成立 雷還說到中共越來越針對美國境內人員進行個人及政治報復 損害美國憲法和法律保障的自由 並列舉了中共2014年設立的《獵狐計劃》 該計劃表面是違反腐敗 實際是針對、觸暴和遣返居住在海外 被中共視為政治及經濟威脅的前中國公民 中國鷹派學者金燦榮1月31日接受日經亞洲專訪時釀言 共關已經有能力在一個星期內拿下台灣島 更爆出習近平攻打台灣的時間引發熱議 據悉習近平多次提到兩岸統一是中共的目標 但從來沒有提出明確時間表 不過金燦榮表示 一旦2022年秋季中共二十大結束 武統就會成為現實 領導層很可能將武統提前到2027年 中共建軍一百週年之際 金燦榮宣稱 中共軍隊已經具備在一個星期內統一台灣的能力 而且在沿海一千海里內 可以擊敗任何美軍部隊 而台灣唯一的選擇就是盡了與中國大陸談判 拖得越來對台灣越不利 同時金燦榮還對日本發出警告說 絕對不要干預台灣緊急事態 否則中方將別無選擇只能夠亦打敗日本 據悉有分析認為 習近平不會冒著巨大風險向台灣開戰 因為對他而言保住權力最重要 不過習近平近期的表態 也確實被認為釋放出武統信號 這很可能被中共戰狼們過分解讀 外界認為 這種情況就可能導致擦槍走火的出現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